他拿着这个喷雾剂 再给自己在第一局受伤的这个左手 再喷一些药 看来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 第二发球 这几个球怎么印尼队在往前都是失误了 因为首先韩国队对于自己的揭发球要求的质量比较高 不像前面可能说从落点上已经被印尼队抓住 现在相应的说韩国队已经有针对性的去接一些落点 印尼队连续的往前失误 这个就很被动了 韩国队得分13比8 13比8 还是往前的失误 是 看来现在印尼队这个士气已经没有了 手上的技术动作有些变形 韩国队14比8领先进入到了这场决赛的赛点 只要再得一分 金东文何泰拳呢可以在丹麦公开赛男子双打比赛当中啊 未免成功 机会 非常漂亮 随着金东文在后场一记精准的斜线的批杀 韩国队拿下了最后一分 同时也赢得了这场比赛 结果在200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决赛当中 未免冠军韩国选手金东文何泰拳 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 连板两局以2比1 立刻印尼选手陈甲亮跟哈利姆 这样金东文何泰拳呢是 获得了今年丹麦公开赛男双的冠军 这场比赛确实是争夺的非常激烈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这一个关键球的慢径的重放 印尼选手在往前呢是连续出现了失误 看来士气呢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韩国队呢也是抓住对方的 世气下降的这个时间 一鼓作气呢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最后一局比赛也是激烈争夺了32分钟 才艰难取胜15比8 确实啊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呢 是进行的非常的精彩 此前我们介绍了这场比赛也是本届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五个单项决赛当中啊 唯一一项在不同协会选手之间进行的比赛 来看一下技术统计的情况 在非受迫性失误方面 印尼选手27次韩国选手19次 制胜球呢是韩国队28次 印尼队呢31次 看来就是自身主动的失误过多 造成了印尼选手陈甲亮哈利姆在这场决赛当中的失误 毕竟呢这对选手呢是刚刚配对不久的一对新组合 其实从我们刚才观赏的这场男子双打来看呢 两对选手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相对来说印尼的选手是从发接发 从一些平抽党从防守上是他的特长 但是呢今天应该是后两局被韩国队限制的比较死 韩国队呢基本上他们还是利用了他们的高度力量 利用了他们的进攻的机会 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的得分的手段 而且这场球应该说是打的是很精彩 看来啊金东文何泰拳这队组合 确实在男双这个项目当中啊 在今后也是世界冠军最强要力的争夺者之一 此前我们介绍了何泰拳呢 在7月份的世界锦标赛是殷商退出 这队组合呢在最近的东南亚三战的比赛都没有参加 结果在一周之前的荷兰公开赛刚刚复出 就获得了男双比赛的冠军 看来付出的势头啊是非常猛的 连续的两战大奖赛他们都包揽了冠军 好赛后呢要进行颁奖仪式 要为获得冠军的金东文何泰拳 以及获得亚军的陈甲亮跟哈利姆呢是颁奖 在半决赛里面失利的两队选手呢 应该是并列第三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参加发奖仪式 并列第三的是韩国选手李东秀柳雍成 和泰国选手普拉卡摩尔恩哥恩斯里苏克 最后呢是为获得男双比赛冠军的金东文何泰拳颁奖 他们是连续第二年在丹麦公开赛获得男子双打的冠军 看来当地的观众啊对他们非常熟悉 也非常喜爱 在此前进行的丹麦公开赛的两个单项决赛当中 混双冠军呢是被韩国选手金东文罗景民得到 男单冠军呢是中国选手林丹 在第三项决赛当中呢又是韩国选手金东文和何泰拳 为韩国队呢获得了这届公开赛的第二项冠军 在去年的丹麦公开赛呢 韩国队也是获得了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 看来这两个项目也是韩国羽毛球队的传统强项 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转播 本届丹麦公开赛的女子单打跟女子双打的决赛 欢迎您到时收看 好了今天的转播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是由江文川和顾俊为您解说评论的 观众朋友们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